未婚妻保释了霸凌我的凶手 说要把我受的折磨 全部用在她身上 烧红的铁针活生生刺进她的皮肤 她疼得咬破了嘴唇 可后来 我看到她们在沙发上欢爱 柳如烟缩在她的怀里 毫无愧疚地看着我 当年的真相我全都知道 你就是个骗人精 去医院复查完的时候 我意外撞见了未婚妻柳如烟 我和她已经好几天没见过面了 她总是说自己在忙 忙得连我和她的婚妻都被延后了 医院大厅里 我现在和柳如烟打局 柳总不是一直都想我死吗 怎么又送我来医院 闭嘴 都受伤了嘴还是这么硬 柳如烟刚说完这句话 抬头就和我的眼神撞在一起 她整个人都顿着了 旁边的男生不解地望过来 那张就算是画作灰我也认识的脸 错不及防地撞进我的眼睛 马走日 我上高中时霸凌过我的男人 曾经我看到就会害怕地颤抖的人 我喃喃出声 马 马走日 马走日的嘴角微勾 眼神犀利 柳总 这就是你那个骗人精未婚夫啊 骗人精 这三个字穿进我的耳朵里 我只觉得是那么刺耳 柳如烟眼神默然地看着我 你在这里干什么 一阵凉风突然灌进我空荡荡的左裤腿 我指了指自己处着的拐杖 之前的假制坏了 我今天过来找医生定制假制 顺便复查 之前给你说过的 你说你在忙 当初马走日用摩托车不断碾压我的左腿 害我截肢 一辈子都成为了残疾人 而他也因此被判刑扒虐 马走日突然吃笑一声 是在忙 他推开柳如烟 走到我面前撩开袖子 把手臂上的伤口袒露在我眼前 这不是按照你的分数 忙着来折磨我吧 他手上触目惊心的伤口 让噩梦般的回忆像潮水一般汹涌进我的脑袋 他的脸 他身上的气味 他对我做过的一切 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 我手紧紧攥着拐杖 只感觉自己快窒息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狠狠推开了他 激进崩溃 滚开 别过来 马走日一个没站稳 差点摔在地上 身后的柳如烟一把将他扶住 下一秒 似乎是帮他出气 他也狠狠地推了我一把 我本就处着拐杖 走路都不方便 被他这一推 整个人重重摔倒在冰凉的地板上 痛疼感一瞬间袭遍全身 拐杖也随之飞了出去 还被马走日一脚踢飞到更远处 柳如烟拉着马走日 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上狼狈不堪的我 顾无言 你发什么疯 你知不知道马走日受了很严重的伤 两句话如同冰针一样刺进我的耳对 他那冷漠的表情 让我思绪有些恍惚 再看马走日 他还是和以前霸凌我时的眼神一样 眼底都是不屑 似乎是在嘲讽我 我突然明白了柳如烟这段时间不回来的原因 可明明 在两个月前我与他订婚的时候 他就说过这辈子非我不嫁 也说过 他最憎恨的人就是马走日 因为他害我成为了残疾人 两个月前 马走日即将出狱 柳如烟整天忙着制定计划 计划要怎样给我复仇 怎样折磨马走日 柳家有钱有势 他借此雇佣了几个男人 让他们帮助自己折磨马走日 他当时抱着我的腰 眼底都是恨你 阿言 你放心我一定要帮你复仇 我阻止过他 可他却说 为了你一切都值得 阿言你知道吗 每当我看到你身上的那些伤疤 看到你的断肢 我就恨不得把马走日碎尸万段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 也是我所想的 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 那些痛苦的回忆 也依然历历在目 我每晚都要做噩梦 一点都睡不好 甚至只是看到家长教训小孩 都能让我回想到 马走日当初折磨我 是凶狠的模样 我真的没办法忘记 高中时期 我和马走日是一个学校的 还是一个班里的同学 他家里有钱有势 长相帅气 是学校的校拔 而我也本应该和他 不会有任何交集 直到有一次放学 我为了快点回家 抄劲到走了一个人 很少的想象中 却没想到 我在这里正好撞见 马走日正侵犯一位女孩子 女孩子衣衫不整 满脸都是泪水 嘴角还有血 他求救的看着我 求你 救救我 马走日一把捂住他的嘴 恶狠狠的瞪着我 不想死就赶紧滚 我自知斗不过他 只能匆忙的离开 可我还是不忍心 看着女孩子被那样糟蹋 所以在走出小巷子的时候 我报警了 我以为马走日会因此坐牢的 所以我完全没想过他会报复我 可他非但没有坐牢 还比以前更张扬了 有一次他在教学楼过道里抽烟 他转眼就看到了抱着作业本的我 我的噩梦 也是在那天开始的 放学后 马走日带人把我堵在没人的小巷子里 他用烧红的铁针刺进我的皮肤 滋滋声伴随烧焦的味道 弥漫整个小巷子 我疼得一口牙都快咬碎 浑身都在颤抖 马走日狠狠地踢了我肚子一脚 不懈地看着我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哦对 我突然想起 你妈好像在我爸公司里做保洁 还想勾引我爸 果然 贱人才能生出贱人 他教训完我 还威胁我如果再敢报警 他会弄死我吗 所以我一直都只能容忍着 但他的行为却越来越过分 有一天放学 他和往常一样堵住了我 他让几个人把我按在地上 然后自己骑摩托车 不断碾压我的左手 在我的惨叫中 正在巷子外吃饭的学校领导赶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我腿没了 事情闹大了 马走日的父母也保不住他了 他被开除 判刑八年 我也永远成为了一个残疾人 而我和柳如烟是在上大学时认识的 他家里有钱 长得漂亮 成绩优异 很多男生都爱慕他 追求他 我和他的第一面是在楼梯间 他躲在楼梯间抽烟 正好碰上了用刀在自残的我 当时他说了一句卧槽 然后丢下烟头 一把抢走我手里的刀 他说 同学 世界还这么美好 可别做傻事呀 这是我和他的初始 后来 他不知道从哪里打探到了我的班级和我的专业 他每天都等着我下课 绕路也要陪我回家 每天也都会给我买一颗棒棒糖 他说 吃了糖 心情就会变好 那一刻 我内心被触动了 我第一次对一个人笑 谢谢你 第一次感受到温暖 也是第一次不被人嫌弃 柳如烟不嫌弃我是残疾人 不嫌弃我性格内敛 不嫌弃我家境贫寒 再后来 柳如烟告诉我 在楼梯口见我的第一面 他就动心了 他说喜欢我残缺的模样 有一种别具一格的帅气 从回忆里回过神 我看到柳如烟拉着马走日急忙赶去急救室 他没有关心我复查结果 没有管我要怎么去拿到 离我很远的管账 甚至一个眼神都没给我留下 真可笑 我复查这天 我的未婚妻告诉我 自己忙 然后送霸凌过我的男人去检查 我还记得 曾经柳如烟对我表白的时候 他一脸深情地对着我说 阿妍 我会永远爱你一辈子 我也会帮你惩罚害过你的人 可他真的这样做了吗 马走日刚出狱的时候 就被他带到郊区外一栋别墅关了起来 一开始 他是在折磨他 用烧的通红的铁针 活生生刺进他的皮肤里 马走日疼的脸色煞白 满头都是汗水 他却还是笑着挑衅柳如烟 刘总 就这点本事啊 我还以为你多狠啊 后来 他不吃不喝 柳如烟就找医生给他输营养液 吊住他的命 有好几天都没有折磨他 这些事我本来都是不会知道的 是柳如烟的母亲联系到我 告诉了我一切 然后说 阿妍 我知道如烟在给你报仇 但最近公司都乱套了 没人主持大局啊 柳如烟脸色微红 眼神迷离 似乎在极力克制着什么 声音有些沙哑 你想死吗 马走日一把掐住他 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我当是想死呢 死在你的手上 那样死也值得 他掐着柳如烟 越来越近 下一秒 柳如烟主动吻了过去 马走日大力扣着他的脑袋 加深了这个吻 柳如烟发出了难耐的声音 嘴里含糊不清 快点 马走日松开他 眉眼之间都是笑 刘总 什么快点 画面刺眼 我感觉自己跳动的心 在此刻被人活生生抛去了 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 柳如烟在折磨马走日的过程中 已经爱上了他 那天 我没有进去闹 没有质问柳如烟 我一个人顺着公路走了很久很久 回想了很多我和柳如烟的曾经 直到走得假之魔的我的断肢出声疼 我才停了下来 手颤抖着给柳如烟打了电话过去 一连打了五六个 他才接通了电话 他呼吸急促 声音断断续续的 啊 阿妍 有什么事吗 我拳头捏得哥哥坐下 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 阿姨说你好久没去公司了 他只说了一句 好的 然后挂断了电话 看着被挂断的界面 我感觉自己与柳如烟而言 从头至尾都是个笑话 回到家 我取下假之 发现断肢那里因为走路太多 被磨破出血 我就那样静静的看着伤口 没有消毒 没有处理 因为我突然有些想不通 到底什么事啊 那天晚上 柳如烟回来了 他一脸疲惫的放下包包 走过来抱住我 笑着 阿妍 我好想你 这些天实在太忙了 马走日那个恶毒的男人 我天天都在惩罚他 我听着他满口的谎言 心里突然就耿住了 但还是努力出声 如烟 马走日已经接受了法律制裁 你放过他吧 这样你也不用费心了 柳如烟抱住我的手 突然就松开了 脸上的笑容也没了 剩下的只有眼神里的默认 他淡淡道 这是我的事 你就不要管了 那天以后他很少回来 他总说自己忙着帮我惩罚马走日 甚至还延后了我们的婚期 再然后 就是在医院碰到他和马走日 我努力往拐杖处爬去 这一刻我更加清晰的感觉到 自己就像个废物 我心里好恨 好在我妈突然感到把我扶起来 替我捡起了拐杖 她小心翼翼的问我 儿子 你怎么了这是 我这才想起 昨天打电话给她说了 自己要复查的事 我告诉她 自己一个人可以的 没想到她还是不放心跟了过来 一瞬间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些年我妈为了我的事 整个人苍老了很多 以前我腿刚没了的时候 整个人特别绝望 我根本没办法适应 只有一条腿的生活 在半夜里 还经常因为患痴疼 整宿整宿睡不着 我妈就握住我的手 和小时候一样 给我讲故事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也是为了我妈 才努力活到了现在 遇到柳如烟以后 我妈再也不用做 又累工资又低的工作 也不用操心我的医药费 我努力扯出一抹校 刚才不小心被人撞了一下 没事的 我妈这才送了一口气 带我去拿了新的甲值 然后把我送回家 我妈离开后 我才把新的甲值带上 新的带上总归是有点不舒服的 为了磨合 我在客厅里走了好几圈 这时门突然开了 马走日的伤口被包扎好 身上还披着柳如烟的外套 而柳如烟扶着她 小心翼翼的模样 就像在呵护自己 什么宝贝的东西 生怕摔碎了 她看到我 目光在我新甲值上 停留了两秒 然后一开眼神 声音依旧冷淡 马走日今天是这里住一晚 即使这么多年过去 我也无法忘记 当年经历过的种种折磨 我经常做噩梦 以至于看到和马走日 长得很像的人 我浑身都会止不住的颤抖 是柳如烟 每次都紧紧拉着我的手 她还会陪我去 风景好的地方放松心情 为了让我神经不那么紧张 她调走了所有的佣人 自己亲手照顾我 每次我都会觉得自己很无能 什么都要依靠她 可她说 我是你的女朋友 不需要对我客气 而且上次的方案 要不是你帮我 我也拿不下国外那个项目 柳如烟说的没错 我虽然因为腿的缘故没有工作 但一直在她背后做军师 这些年帮了她很多 有一次帮柳如烟建一个客户 她都说我有做生意的天赋 就是可惜我是个残疾人 做很多事都不方便 马走日不仅毁了我的腿 还毁了我一辈子 如今 柳如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要带她带我们的家里住 那是害我的凶手 也本应该是她应该恨的人 晚上在客厅里 柳如烟贴心的给马走日换手上的药 而我站在楼上 把这可笑的荧幕尽收眼底 马走日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极具挑衅 像是在说 顾无烟你都不过我的 下一秒 她扣住柳如烟的头稳过去 柳如烟没有拒绝 还双手抱住了她 我只感觉胃里一阵翻滚 差点就吐出来 我的未婚妻 把其他男人带回我们的家里住 还当着我的面亲密 我再也忍不住 回到房间 狠狠地把门带上 声音很大 我不知道柳如烟有没有听到 但我知道 我不可能再和她继续下去 我收拾着东西准备离开 柳如烟在这时打开了我的房门 她看到地上的行李箱 脸色一下就变了 走过来一把拉住我的手 你要去哪里 我一把甩开她的手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她面色彻底沉了下去 一句话几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 顾无言 你不和我结婚了 对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她狠狠地踢了一脚行李箱 里面的衣服因此弄了一地 她面色铁青 声音冷得可怕 你又在发什么疯 因为马走日 她话里的每个字 在此刻都像是烧红的铁针 全部扎进我的心里 疼得我无法喘息 我内心苦涩 努力发出声音 柳如烟 你不是说过最讨厌马走日吗 柳如烟沉默了几秒 然后才说 当年的真相我全都知道了 你就是个骗人精 然后她一把将我推倒在地上 扯掉我的甲子扔个圆圆的 滚烫的气息打在我的耳畔 别以为可以逃离我 我劝你不要惹我生气 她的话让我正主 茫然地看着她 我不理解她的话 为什么她和马走日一样 都说我是骗人精 你什么意思 她狠狠地咬在我脖子上 还在装傻 还是说你害怕马走日的地位影响到你 那你就更应该听我的话 安分地待在我身边 哪里都不能去 因为我要你为马走日赎罪 她的话像是梦魇般 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她开始截我的衣服 嘴里喃喃着 阿言伺候我 她的话让我回想到了 她和马走日的一切 我再也忍不住拖了一地看着她 从未觉得过她是如此陌生 我都快不认识她了 以前那个只爱我的柳如烟 已经烟消云散了 其实我不理解 为什么曾经那么亲密相爱的两个人 最后却成了这副模样 我一字一顿道 柳如烟 你滚行吗 你好恶心 顾无言 别给脸不要脸 趁我还爱你 你最好听话 我轻笑一声 找你的马走日去 我就是个残废 没办法伺候你 此话一出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柳如烟气得浑身颤抖 顾无言 你会后悔的 我吃笑一声 我不会后悔的 话毕 我迅速摸到床下那一把刀 身体也愈发无力 最后一刻 我晕过去的一瞬间 我看到柳如烟冲了过来 以及他脸上闪播的慌张 我做了个噩梦 梦到高中时期的一天下午 马走日逼我喝屎喝尿 他把我的头死死踩在地上 让人把那些装好的屎尿 灌进我的嘴里 我恶心地快把苦胆呕出来 马走日哈哈大笑 你这辈子只配吃屎喝尿 顾无言 你就是个窝囊废 那天回去以后 我不断刷牙 不断洗澡 刷得牙龈出血 洗得皮肤通红 我也觉得 身上那股恶心的气息 没办法去除 好长时间 我都吃不下任何东西 看到马走日 就忍不住地干呕 他就带着人嘲笑我 顾无言 你一个男人不会怀孕了吧 哈哈 他们还给我取外号顾孕妇 以至于其他同学 也开始欺负我 那段时间 是我这辈子最阴暗的时刻 我无数次都想过 解决自己的生命 可是我又想着 要是我死了 我妈怎么办 而这些事 柳如烟都是知道的 以前我信任他 把这些痛苦不堪的回忆 都告诉了他 那时他很心疼我 抱着我眼神坚定 阿妍 你放心 我会让他痛不欲生 可如今他却爱上了他 还把他带回家里 我猛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 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手上伤口 已经被包扎好 只是牵扯着 还有些疼 柳如烟突然开门进来 站在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声音很冷漠 顾无言 我真是低估你了 现在还用死来威胁我 别以为我会心疼你 你就是个骗子 我骗你什么了 你自己做了什么 心里清楚 我握紧拳头 试图压制住内心的痛苦 却无法阻止 悲伤从眼角一出来 你既然觉得 我骗了你 那就别再和我继续下去 柳如烟痴笑一声 一根手指勾住我的下巴 我会和你结婚 我要让你在所有人面前 给马走日道歉 顾无言 你只不过是没了一条腿 可马走日被冤枉了八年 你夺走了他八年的青春 他在牢里不清不白待了八年 只不过是没了一条腿 他怎么可以说得这么轻松 而且 他怎么又确定 马走日是被冤枉的 当年所有的事 警察都查清楚了 我想说话 他却不听了 还收走了我的手机 把我关在了家里 我被限制了自由 被限制了和外界沟通 我才发现 柳如烟就是个恶魔 那天我拄着拐杖 下楼想自己找点东西吃 却意外碰到了马走日 现在的他 被柳如烟照顾得很好 面色红润 衣服整洁 脖子上还有几个草莓印 他用打火机烧着一根长长的铁针 一副散漫的模样 顾无言 你是不是以为让我坐牢 你就可以一辈子幸福了 他这副模样 让我想到了当年自己所有被折磨的画面 我的手指不住颤抖 我努力攥着拐杖 让自己保持镇定 我不想招惹他 我知道自己这副模样 斗不过他 我想着忍忍就好了 于是我绕开他 就想离开 走到茶几处的时候 马走日突然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踢飞了我的拐杖 我整个人狠狠地摔倒在地上 他按着我 面色很利 毫不犹豫地 把针刺进我的皮肤 巨大的疼痛 伴随胶味传来 过去的回忆 如同泥石流淹没了我 让我无法呼吸 我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咆哮 呐喊 然后摸到了茶几上的花瓶 想都没想 就砸在了面前恶魔的头上 砰的一声 花瓶碎了 鲜血顺着马走日的脸往下流 他一下摔在了地上 柳如烟在这时刚好开门回来 也正好看到 马走日满脸是斜倒在地上 他冲过来 把马走日护在怀里 甚至没有问为什么 就给了我一巴掌 啪的一声 整个客厅都安静了下来 只有柳如烟的怒吼声 顾无言 你在干什么 马走日苦笑着 刘总 之前在别墅里折磨我 现在换了个地方 就让你的老公折磨我吗 都这副模样了 还要和我斗嘴吗 柳如烟满脸心疼地责备他一句 看向我却拾一副冰冷的模样 顾无言 你真的好恶毒 要是马走日出了什么事 我拿你是问 我捂着手臂上的伤口 艰难道 柳如烟 是他先伤我的 柳如烟冷漠地回应我 我只相信眼睛看到的 别以为还可以用你那副可怜的模样 骗到我 以前我就是被你给骗了 说完他一边拨打120 一边扶着马走日往外走 马走日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满脸鲜血的模样 夹杂一丝得意的笑容 仿佛在告诉我 顾无言 我赢了 晚上 我在床上睡得很不好 白天经历的一切 跑到了我的梦里 比现实更恐怖 我看见马走日 踢着刀朝我而来 他说 要把我宰了炖汤 我吓得惊醒 手臂上突然传来冰凉的触感 我发现 柳如烟正在丢我的伤口上药 他低着头 我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 只是在他抬头看我的时候 眼底有一丝温柔 恍惚中 我以为他 还和以前一样爱我 所以 我大胆地祈求他 柳如烟 你放我走吧 这句话让他脸色顺变 刚才的温柔 消失得一干二净 不可能 这辈子都不会放你走 柳如烟把我关在了房间里 每天派人给我送饭进来 每晚他都会来 对我说结婚的事 表面上是在和我商量 但在他说完以后 他又不允许我提出意见 一切都按照他的想法来 西装 戒指 都不是我喜欢的 他却逼着我穿 逼着我戴 他离开后 我就只能坐在落地窗外 看外面 这是我唯一能够接触外界的方式 这天 我和往常一样 坐在窗边看 突然看到自己 养了五年的拉布拉多 正被马走日牵着 这条拉布拉多 是曾经柳如烟 怕我孤独送给我的 我很喜欢他 细心照料着他 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 他陪伴了我五年 早就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马走日抬头看着我 对着我晃了晃手里的水果 眼神里都是青面 我彻底慌了 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拉布拉多看着我 疯狂摇尾巴 我眼睛通红 咆哮着 让马走日不要这样 他勾传一笑 毫不犹豫地 一刀捅进拉布拉多的脖子上 鲜血如同喷泉一样 迸发而出 地上的草坪 都被染红了 拉布拉多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声 在地上不断抽搐 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一拳又一拳砸窗户的玻璃 马走日哈哈大笑着 似乎觉得还不够 还在捅 而柳如烟走过去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没有说话 默认了马走日的行为 还贴心地给他擦脸上 被见到的血 晚上 我撕心裂肺地问柳如烟为什么 他不说话 我又跪在地上求他 放过我 他却紧紧抱住我 我不会放你离开 阿妍 想想你母亲 他年龄大了 经不起折腾 我和他在一起六年 他很熟悉我 他知道我的每一处软肋 死死地拿捏住了我 我只感觉 一记无形的拳头 狠狠砸进我的胸口 我突然就不想说话了 闭上眼睛 不想看他 他非常恼怒 问我为什么不说话 我还是不愿意 睁开眼睛看他 他又像那疯子一样 拿出结婚定好的西装 给我穿上 他的纹落在我的脖子上 一遍又一遍说 爱我 可我只觉得他的爱 恶心到极致 曾经我爱过他 想过和他好好过一辈子 可这一切都因为马走日改变了 这天下午 我从睡梦中醒来 突然发现 卧室的门没有被关上 我一步一步下楼 沙发上的衣服 扔得到处都是 我一眼认出 是柳如烟和马走日的 大门也没有关紧 我听到了外面传来的嬉笑声 走出去 我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柳如烟穿着性感的泳衣 坐在泳池边缘上 而马走日 站在不深的泳池里 上半身赤裸抱住他 脸正好勾到柳如烟的胸口处 他的大手一边在他身上游走 嘴也没停下来 一边说 你那个未婚夫 要是看到我们这样 会不会气死啊 柳如烟双腿 夹住马走日的腰 不耐烦道 别提他 专心点伺候我 马走日笑得散漫 行啊 肮脏的画面竟收我眼底 我只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再也忍不住吃干藕 因为太恶心了 听到我的声音 柳如烟突然转头看来 脸色僵住了 凶手 你就是害我儿子凶手 我妈的声音突然传来 我看到他跌跌撞撞地 朝马走日柳如烟冲过去 他想打马走日 却被柳如烟一把推开 力气很大 我妈重重地摔在地上 头部磕在一块石头上 鲜血流了一地 我整个人都慌了 急忙冲过去 妈 我抱住了我妈 看着她闭着眼睛 我陷入了无尽的绝望 我好害怕失去她 柳如烟拉住我的手 脸色有些慌 阿烟 我不是故意的 我甩开了她的手 泪水止不住地下流 柳如烟 我好后悔遇到你 我妈头部受到重疮 做手术做了四个小时 医生告诉我 她虽然已经没有大碍 但很难再醒过来 我艰难地问她 那就是植物人吗 医生点了点头 我绝望地后退了几步 被柳如烟正好接住 她满脸愧疚 阿烟 对不起 我狠狠推开她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咆哮道 柳如烟 你一直都不相信我 只相信马走日的话 为了她 一而再再而三地伤我 甚至伤害我的母亲 现在我想告诉你 你完全可以去查监控 看看上次是谁先动的手 还有 你可以去找曾经办理我案件的警察 看看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柳如烟坐在地上 脸色煞白 嘴里喃喃 不可能 柳如烟视角 顾无言的话 提醒到了柳如烟 之前为了以防万一 是在客厅里安装了监控 但上次出事 她没有想到去查 因为她太相信马走日的话 可如今 她心里阴阴感觉不好 她回家调取那天的日期 查了监控 距离有些远 画面有些模糊 但还是能看到大带的内容 顾无言处着拐杖下楼 要去厨房 却被马走日拦住了去路 手里还在一边烧铁针 顾无言绕开马走日想离开 走到茶几处的时候 被马走日一把拉住 踢飞了手里的拐杖 马走日把顾无言按在地上 铁针毫不犹豫地 刺进她的皮肤 顾无言摸到茶几上的花瓶 砸了过去 紧接着是她冲进去 给了顾无言一巴掌 把马走日呼在怀里 看到这里的时候 柳如言整个人都在颤抖 没有勇气再看下去 她还以为 那天顾无言手上的伤口 是为了让她心疼故意弄的 她觉得自己真的太傻了 不然为什么会被马走日蒙骗 像是为了证实顾无言的话 她又找到了 当初办理顾无言和马走日案件的警察 警察已经退休了 柳如言找到她的时候 她还在家里煮饭 老警察说 那个案件叫顾无言的小孩 特别可怜 左腿被弄没了 所以她记忆很深刻 她一边叹气 一边说 当初是因为那个叫 马走日的侵犯女同学 被顾无言撞见 然后报警 当时我都以为 马走日会坐牢 但是第二天早上 女孩子亲自到警局 说自己是自愿的 和马走日是男女朋友关系 所以 马走日不构成犯罪 再后来 警局里又接到报警电话 是顾无言被马走日碾断腿的时候 那场面太惨了 顾无言那孩子的腿 被碾成肉泥 骨头都成渣子了 只能截肢 当时那孩子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 真的好可怜 我们顺着这个事查下去 发现马走日是因为顾无言之前报警 举报他侵犯女孩子 还有就是 顾无言母亲是马走日父亲的初恋 马走日父亲一直骚扰他 马走日以为顾无言母亲是小三 所以一直在霸凌顾无言 长达一年之久 这些话传进柳如言的耳朵里 他想到自己之前那样 对待顾无言 整个人都崩溃了 原来他一直都误会顾无言了 他急忙派人 把马走日关了起来 然后去医院找了顾无言 顾无言此刻还在给母亲擦脸 看到他平静地问了一句 查清楚一切了吗 我看到柳如言眼睛被水雾笼罩 一滴泪滑落了出来 他哽咽着 对不起 阿言 我被马走日骗了 不然我不会那样对你的 我打断了他的话 柳如言 曾经我真的好爱好爱你 我以为你是我生命中的光 可后来 你却变成了和马走日一样的人 和他一起来折磨我 我的腿是真的没了 身上的每一处伤痕也都是真的 他坐牢八年 也是他活该 警察没有冤枉他 明明这些事 你只需要查一下 就能知道答案 为什么不愿意去查 其实我也知道 你是因为爱上他了 所以相信他的话是吗 柳如言眼睛通红不断摇头 不是这样的 你走吧 我们结束了 柳如言却不愿意离开 擦干眼泪 下楼买了饭菜上来 他说 我这几天照顾我妈 一直都没好好吃饭 他让我要注意身体 我把所有的饭菜 扔进垃圾桶 冷冷道 柳如言 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事情已经发生了 马走日也还在逍遥法外 这辈子都不会得到惩罚了 他满脸都是泪水看着我 不 马走日会得到惩罚的 阿言 我会帮你惩罚他 你等我 三天后 柳如言又来医院了 他满脸都是喜悦告诉我 阿言 我帮你惩罚马走日了 他说马走日家里的公司 被他搞破产了 他妈接受不了自杀了 他爸跟着殉情 而马走日也疯了 被关在了精神病院 柳如言抱着我 阿言 我们还能回到以前的 你愿意原谅我 和我结婚吗 我正正地看着他 真的还能回到以前吗 柳如言毫不犹豫地回答 嗯 我要和你结婚 我爱你 我永远不会再不信任你了 我会好好对你 柳如言离开后 我拉起了我妈的手 南南道 妈 马走日一家都毁了 你放心 最后一步 我也一定会完成 记忆拉回到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一直被马走日霸凌 我努力想办法拯救自己 直到路过班主任的办公室 我听说学校领导会来 到时候 就在小巷子外一家饭店吃饭 于是我牢牢记住 领导门来那天的日子 那天我故意惹怒马走日 他正好喝了酒 性格更加暴虐 他打我 折磨我 甚至弄伤了我的腿 这些都被在外面吃饭的领导 听到赶来 看到了一切 事情闹大了 马走日没办法再借着家里的势力 逃避责任 所以我成功把他送进了监狱 再后来 我爱上了柳如嫣 我以为能和他在一起一辈子 直到白头偕老 可当我发现 他和马走日私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没办法再爱他了 在这时 我意外发现了 他抽屉里的检查报告 这才得知 他一直都有心理疾病 我看着单子上 主治医生的电话 打了过去 医生告诉我 这种疾病的患者 性格偏执 心理变态 他喜欢男人自虐的模样 他觉得那样很帅 我突然想起 他之前看到我自虐 就说过 觉得我有一种破碎的帅 我也终于明白 他为什么会喜欢马走日 因为他觉得 拯救这种受伤的男人 自己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 我一直计划着 报复马走日和他 我故意在他面前受伤 让他心疼我 可还不够 他还没完全偏向于我 直到这个过程中 柳如烟意外伤害了我妈 虽然我很难过 可这是个好机会 我故意把曾经的过往都告诉他 让他自己去查 我笃定 他一定会后悔 觉得愧对于我 果然 我赌对了 他后悔了 还帮我惩罚了马走日 但 还有最后一步 一个星期后 柳如烟和我结婚了 他很相信我 没有做任何婚前财产公证 那场婚礼很盛大 他很开心 婚礼结束后 他带我去了一个风景很好的小镇 蜜月旅行 抵达的那天 我们住在了民宿里 这里风景真的很好 有溪流 还有漫山遍野的山茶花 第二天一早 柳如烟就提出去河边烧烤 我们穿过民宿的走廊 有个穿着一身黑的人 路过我们旁边 手里提了个桶 里面装着棕色的液体 柳如烟突然愣在了原地 我转头喊他 小烟 怎么了 他脸色有些不好 摇了摇头 没事 可下一秒 那黑衣人回头一把抓住了他 用刀底在他的脖子上 是马走日 他瘦了很多 脸颊都凹陷下去了 此刻恶狠狠地看着我 顾无言 你们夫妻俩今天要死在这里了 说完 他一脚踢翻那个桶 我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那是汽油 柳如烟满脸都是慌张 阿烟 你快走 找人来救我 马走日像魔症了一般 哈哈大笑着 今天就同归于尽吧 说完 他把打火机点燃 扔到了地上 火蛇匀速窜了一地 柳如烟突然咬了一口 马走日的手臂 马走日吃痛松开了 但还是一把扯住了柳如烟的头发 臭娘们 你害我全家 我今天一定要让你死 他一把将柳如烟推进火海里 柳如烟死死抓着他的手不放 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 火苗引燃了他们的衣服 我闻到了娇位 听到了两个人的惨叫 柳如烟还是努力爬出来 看着我 阿烟 你快去找人救我 我没说话 就静静地看着他 看到火势蔓延过来 甚至还后退了几步 突然 一根被烧断的木梁 砸到了他和马走日身上 他疼得撕心裂肺 而我笑着 比我想象中的顺利 现在你父母也应该死了吧 是我故意把马走日 从精神病院放出来的 他还真是没让我失望 杀了你父母 又来杀你 甚至没弄脏我的手 就帮我报仇了 我还能拿到你的遗产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他身后的马走日 早就被烧得没了气息 他还想说什么 火苗淹没了他 他那张精致的脸 被烧成了诡异的黑色 而我毫不犹豫地回头 跑到了外面 一切都结束了 警察判定柳如烟之死 是马走日复仇 他父母被刀童死 也是马走日为之 而我侥幸逃脱一命 作为他的丈夫 顺利地接管了他的遗产 在记者发布会上 我眼睛通红地对记者说 柳如烟 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女生 我和她从校园到结婚 她没有嫌弃过我的腿 没有嫌弃我的出身 我真的很爱她 我好想念她 这辈子 我都不会再婚 我会永远爱她 发布会结束后 我坐进一辆黑色的冰里 擦干了脸上的眼泪 司机回头对我说 顾总 医院刚才打来电话说 您母亲醒了 马上去医院 我看着天边的暖阳 只觉得一切都好起来了 我看着天边的暖阳 我看着天边的暖阳